油车已经打骨折了吗 继宝马S3腰斩式降价之后呢 奔驰也同样给出了具有诱惑力的降价幅度 难道一年前咱们幻想的 以后再不努力就只能开BBA了 在今年就能实现了呀 奔驰这次降价呢 有油车也有电车 有些车型呢出现了六折优惠 比如说C200L的官方指导价是33.48万 如今呢有经销商直接给出了20.27万的报价 优惠超过了13万 而力度更大的肯定还是新能源车型了 比如2024款EQB260的官方指导价是35.2万 经销商裸车报价直接优惠到17.6万 相当于达了5折 这个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 最近这段时间奔驰宝马奥迪们旗下众多车型 几乎都是七八折的大促销 部分电车直接是达到了五六折 以前很多人都调侃 二线豪华品牌为了销量无底线降价 甚至还编出了七折爆八折五 凯迪拉克五折五的顺可流 那是因为对于二线豪华品牌来说 从前只有通过降价才能与BBA抗衡 然而如今 BBA也走上了二线豪华品牌的落路 究竟原因还是销量下滑 根据数据显示 2023年奔驰全年累计营收1532.18亿欧元 同比增长2.1% 但是金融利润却同比下滑了1.9% 销量方面它在全球的销量是204.38万辆 与2022年持平 可是它的第一大市场 中国地区奔驰的销量同比下滑了2% 当然有人会说这2% 这个数字也不大 至于因为少了这么一点数字 就价格腰斩了 但是呢 大企业它不光看中全年的业绩 也很重视季度的业绩 奔驰今年第一季度 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同比下滑了12% 使得他们第一季度 全球进入人下滑了25% 更严重的是 很多厂商的在华销量 这一两年里都严重下滑 虽然说奔驰官方将销量下滑的原因 解释为供应问题 以及新车换代的影响 但懂得都懂 在现代人汽车时代 德系豪华品牌正在遭遇痛苦的转型 这个时候谁还注意保持身价 保住市场才是重要任务 毕竟这个降价不丢人 但是丢了市场 可能连哭的地方都没有了 对于消费者来说呢 别别的豪华车降价 肯定是一件好事 要想上豪华车的 现在也许可以冲了 毕竟这个价格战虽然没有停止 但是车企呢 肯定不会无底线的降下去吧 但是如果说 想要换一个性价比更高的车 不太着急的 咱们还能再观望观望 毕竟今年啊 才过去一半 后半场还没有开始呢 咱们再观看